廟面前講了一句非常難聽的話 叫做開關驗屍 其實我認為選舉 應該是不是顯來結仇結恨 苗栗縣長證件發表會第二場 候選人攻防話題 圍繞在砂石爭議 中東警直求對決 呼籲要理性競選 全是為了日前徐定征的這段話 我們準備把我們的好山好水來開關 我一定要開關驗屍 公開說盪選後要開關驗屍 這個說法已經讓證件發表會 火藥味十足 但現在又因為一封來自地方文人 貓哥的信件 再次引爆雙方最新一波戰火 拒絕黑警 徐定征找來侄女開記者會反擊 駁斥貓哥彭錦苗的望恩賦一直說 中間之間 從來都不成是事業上的夥伴 都不是政治上的農業 尤其議長跟我二哥扯進來 我只能說 原來貓哥和徐定征的表哥前苗栗縣議長 尤中殿是事業上的夥伴 加上當年和中東景交情都不錯 但二零一八年議長過世後 雙方關係出現變化 現在又因為選舉徹底撕破臉 徐定征記者會只是凸顯他真的是 一個萬恩賦一的人 前議長劉中殿 苗栗縣長徐耀昌 甚至中議長寒貓哥 都曾經是他最需要的時候伸出援手 從山石正義朝到家族恩怨 苗栗撒卡都之戰 牽扯出席日政壇人物三大陣營 爭鋒相對 再次成為選戰熱門話題 這新聞綜合報導